停车不好停却迁路隔壁的车辆麻 台南有民众外出用餐把车停放在停车场 要回来牵车时却发现 车身被刮出了长长的一条刮痕 而当时调阅监视器发现 怀疑可能是旁边的车主下的手 他说当时停车时有发现 对方停在路中间以为是要出去 后续对方停妥了 可能是不满他停得不好 涉嫌刮车泄愤 但是民众爱车踩满了两个半月就被刮 现在也提告求偿 停车场里穿条温上衣的阿伯停好下车 特地绕到副驾驶座要锁车门吗 身体却极度不自然 反手按住门锁 身体灭向别人的车还刻意蹲着走 从这里开始刮到这里 老婆站在旁边好像也没有要阻止的感觉 就是这道刮痕出现在警铃的白车上 被害车主气炸 指控阿伯锁车门是假动作 刮车才是真的 他当下好像似乎很难停车 可是我留的空间够大 纯粹是因为不好停车 迁怒我的车子或者是 没有任何的交谈 也没有任何的冲突 中午夜晚跟朋友外出用餐 进停车场 发现阿伯在车道上 以为要离开 后续发现对方才正要停车 周先生说 当下有一隔半的空间 现场也还有其他空位 自认没有犯到 证明阿伯 他在用餐的期间 有偷偷的观察 我明显就不是不小心 车主已向本局报案 并提出回处告诉 将通知 128万新车 才买两个半月被刮花 出估21500元的维修费 当然要找凶手赔 阿伯是被冤枉 还是真有搞小动作 警方要查 如果有恐怕得面临官司 记者黄富奇 台南报道